欢迎各位今天的参加 今天这个主题我有点尴尬 很不好意思 我没有要让老师们都变成直播主 因为教学已经很辛苦了 然后又可以在 就是又要在线上里面 把你的平常实体的教科那种 变成数位化 我觉得很多老师压力 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本来想说 在跟家庭讨论的时候 要讲直播主吗 我想说算了算了 这个词好像大家都比较听得懂 它是一个意义 一个形象的概念 也就是说平常老师上课的时候的 情境从实体转到线上 所以我想说好吧 那这个直播主应该也还蛮像的 没有要你们卖东西那种的直播主 不太一样 好那我们今天课程 老师会从几个面向来大概介绍说 如果你在进行线上教学 你要怎么样做 然后有哪些的梅干 要注意一下 我们才能够上我的线上教学的课程 不管是真的是直播课 像我们今天这种是直播课程 或者是说像平常在上课的时候 跟学生之间的一个带领引导互动 到底要怎么来进行 会是比较好的 老师今天分了四个不同的招式 来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这四个招式是我自己在使用的时候 也会特别注意的 我每一次上一门课 我都会先去注意到 我的课程这四个东西 我有没有都先准备好 后我才会开始进行上课 所以老师他会教你们四大招式 好来首先第一个 当我们要开始来进行直播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最最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直播设备 那设备的部分呢 如果你不马虎的话 其实原则上学生观看的时候 他会觉得舒适会好一些些 所以那个视觉舒适 我觉得那是第一关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 会跟设备有关联 所以我们要讨论一下 来跟各位大概聊一下设备这一块 那当然我的设备 或许老师会觉得说 好像要花一点钱买一些东西 但其实上 我已经是最cost down的方法了 这样子好吗 我没有花很多的钱 或者是我手上有一些工具 我可以拿来用 我就把它拿来用 所以我会加老师们 最简单的方式来处理 就是设备这一块 那很多老师在设备上面 有很多问题想要问的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一起来 做这样的一个互动 好那首先来 设备的部分的话 到底要有哪些设备 来各位看一下 这是我去年前年开始 从疫情以来之后 我手上想得到的设备 我就给它采买 然后弄出来的这一桌 好这一桌的话 看起来很可怕有没有 当然现在已经有简化很多 因为很多设备都有进化了 我就简化 像iPad什么的 我就没有那么多台 但是其实最重要是 你在线上教学 或是线上直播课程的时候 硬体设备 资讯科技工具 它真的是不可或缺的 因为这些设备 它会决定于你上课出去的品质 我讲实话 它跟实体课真的不一样 实体课老师人站在那儿 这样就够了 你就可以讲话 所以你不需要webcam 你不需要麦克风 当然电脑的那个 现场教室那个广播 那个麦克风还是一样 不然老师声音没那么大声 所以我们平常实体课程 如果你要转回到线上的话 设备其实真的是我们的第一步 而且到底设备要买什么 其实它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那给各位老师看一下 我这一桌非常可怕 第一个当然一定要有电脑 这个不用讲 我是用笔电 所以我一定会有一台笔电 然后笔电中呢 我要呈现出我的画面的时候 我就会有设备 那像电脑本身 它上面会有一个镜头嘛 外面看的镜头 我的是另外装的 你看老师 我这边放了一个脚架 在桌面上 然后另外装 就是你现在看到我的这一台设备 我现在就用这台机器 在上课 所以呢 我是另外在加挂一个设备出来的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待会解释 好 另外我在上课的时候 因为在去年前年的时候 大家对于线上工具 可能真的不是这么的熟悉 我自己在上课连我自己 都想知道 我自己在荧幕中的我 长什么样子 所以呢 我要嘛就是第二台电脑 会直接当成监看画面 不然的话就是 我会用iPad 来当成监看画面 那为什么会放到两台 一台是监看 我可以看到我自己 然后这一台啊 有keyboard的这一台 我是拿来跟学生回复讯息用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上课时候呢 像我们现在在直播也是一样的 我现在桌面上摆了两到三台机器 那我在直播时 我也会透过文字留言 看你们的讯息 那因为我现在主控了这一台机器 是我现在播画面给你们看 所以它当然就不会有看到讯息 因为我讯息只要一打开 所有人都会看得到 所以我其实是用另外一台 在这边 老师是用另外一台来做 你们的文字讯息的观看 所以呢 上课直播这件事情 不管是你们自己做 或者是说你们看一些电视台啊 那种直播的 一定都有多台机器 去处理不同的事情 所以直播的时候 或者线上教学的时候 我至少会两台 一台就是看我的画面 或者学生的留言 我的画面就不用切来切去 因为我发现很多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为了要看学生留言 他的萤幕就要先下来 把留言功能打开 那投影就整个出去了嘛 对不对 然后他要关掉之后再继续讲课 有点麻烦 所以如果你能够在另外一台机器 看到学生留言的话会比较方便 所以我会分成这么多台的原因 是因为我把拨给学生的画面 为一台主控 然后呢 另外一台的地方就是看留言 跟看大家的状况等等的 所以这是基本配备 另外这是我的麦克风 等一下老师也会解释一下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食物摄影机 这个是因为我教课的时候 我是教老师如何远距 所以有些老师他们的课程 需要实体操作的 那操作类型的话 教具啦 或者是像一些设备 你要怎么让人家看得到 其实你就要能够投影出去 所以这叫食物投影机 或食物摄影机 一样的就可以投出去 那我另外上课我喜欢用手写板 所以你会发现我有手写板 我用手写板上课 跟有时候我会摆一本笔记本在上面 随时记录一些小东西 我都会用笔记本来进行 所以这是我在一开始的时候 想得到的完整的全套设备 知道吗 那你们可以不用到那么厉害 因为我是教老师如何远距 所以我就要思考的是所有的老师们 你们有可能会需要用到的情境是什么 那我就会有这一桌出现 原因是因为帮老师考虑到 你在教学的时候会用到这些东西 所以这是我的桌面上的内容 那因为疫情走到第三年了 在最近啊 大家就开始发现到有一种情况是 你已经不是全远距了 有可能我们会在实体的课程中 进行数位工具的远距 所以像前一阵子前半个月的时候 学校不是有策略是课还是要上 老师要到实体 如果被居隔的学生 那就是在家里面 所以老师在实体课程同时间 会需要有线上的 会需要有实体的 所以呢我的设备又改了一下下 然后改了什么 到学校上课用的 这是我带去辅大上课的 我没有用辅大的设备 因为用辅大的设备我每次 因为防疫的关系啦 就是还要用键盘跟滑鼠 我就不喜欢 除非我自己带键盘滑鼠 所以我现在到辅大上课 我都带这一组 那这一组的话 就是因为我本来需要手写 所以我就会让我的手写 直接在荧幕上书写 这是触碰型荧幕 我会在我的荧幕上直接书写 所以我上课我就直接书写 然后它内建webcam 我的课程已经是实体了 那可能有几个同学是在远距的 这时候我的设备上面 我就会让它尽量是 老师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不是全线上嘛 所以学生只要看得到上课画面就好 我就会直接用这个方式来授课 那我还是要手写笔 因为我不会用白板给学生看 用白板啊 像刚刚老师有一个问题 有没有 其实这个真的很麻烦 老师们如果在上课的时候 你是用白板照白板 然后呢你的人是实体课 然后你上课 其实那个白板反光的问题 会非常的严重 怎么办呢 你要嘛就要有光线 你要自己带打光的方式 去把它那个反光拿掉 就是你要有灯光 透过灯光去打光 你才能够把那个反光压过去 或者是你的镜头要换位置 对那反光都是因为光线的问题 那个真的没办法 你要把以光刻光啊 另外拿另外一个光 把那个光打掉 所以老师你上课要扛灯光去吗 怎么可能 所以你镜头就要换位置 那或者是你的镜头就要光线 教室的光线可能要关之类的 其实在实物上是难的 所以我会建议你 老师如果你会用到白板上课 你不如就应该是从你的电脑直接 书写在电脑上面 或是你的简报投在电脑上面 给学生 所以我上课我就直接投电脑画面 我就不从后面的白板 所以我会自己带这个设备去 然后就是一台电脑就好 就会有手写功能 也有webcam跟收音 那偶尔我会需要滑鼠 所以我会带一个滑鼠 实物摄影机的话看课程 有些课程如果需要一些教具的展现 那我就会另外用实物投影机的界面出来 让学生来看 所以呢 第一个设备是很重要的 那这是我的实体课 我会带这一组出去 所以呢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些设备 它就有分成这几种 老师看学生 学生看老师 有这几个方向性 老师要知道 来首先 我们的拍摄背景 就是老师现在的画面 其实很重要 那我把我的画面处理一下下 来 我把我放大一下 老师先放大我的 OK好 今天现在是白天很尴尬 我的办公室的位置 就是旁边有个大的落地窗 所以我这边用的那个窗帘遮起来 但遮起来之后 那个光线还是不太够 因为你们一般看人家摄影棚是全暗的 它就是室内光 它是不走室外光源 可是我就是喜欢 办公室旁边要有一个光的感觉 所以我这边刚好是一个落地窗 结果变成白天在远距的时候 光就没有办法恒亮 所以就是大家忍耐一下 晚上光源就很漂亮 就是因为卡在那个 我有旁边的落地窗 可是 不好意思按到 可是我落地窗 如果你又把它整个都展开的话 就会光线会太过 它会变成聚光 就不适合 所以光其实蛮重要的 好 我先讲第一个 拍摄背景 背景是什么 其实就是老师 你在拍的时候 你的后面 其实后面这一颗 我按到了 好 后面这一颗很重要 那这个是什么 就是我的背景 我是贴 这个 我今天是把我的 那个拍摄场景大公开 好 这是贴那个 这是防撞的 就是那个小朋友 头撞到会痛的那一种 然后我发现 它其实很好看 我就给它贴在后面 当墙壁用 它是贴纸贴上去的 然后我看到有其他单位 它们是一个布 一块大布 钉起来 你把那个布钉起来就好了 它就会在后面这个地方 所以呢 第一个 拍摄的背景 其实应该是干干净净的 不要杂乱 然后我知道很多老师拍 很喜欢在书架前 因为你的书籍会让人家看起来 哇 很有那种 学问很好 很渊博 那就是全部都是书 没有哦 学生可能会在看你看了什么书 他会去研究你那个书 所以其实后面背景越干净越好 那干净呢 也不是说你整个白色的墙壁不好看 所以你就会发现人家都会在后面有一点点不同的一些些的那种小小的装饰品啊 像我会装一些小画啦等等之类的 那就是装饰用的 所以你的背景最好是干干净净 然后背景啊尽量是明亮色 就是浅色 浅色 如果你是背景浅色的话 你的人物才会凸显 因为我们的头发是黑色的 然后你如果是后面是浅色 老师衣服 你看你的衣着 大概都习惯什么颜色 所以讲师服矣嘛 我的衣着大部分都会是偏向比较深的颜色 那比较深的颜色 因为在镜头前面是显瘦 所以呢 就是自己看起来会觉得很瘦 自己心理作用 所以我自己在拍的时候 我的背景一定是亮色的 然后我的人像的部分 它就会是浅色 就是深色 这样的对比凸显会是比较明显的 然后在你的 在拍摄的时候 就是在你上课的时候 如果你的背景真的没有办法 就是有像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场景可以用 或是你的办公室 研究室 可能环境就已经是固定的 老师你们可以用虚拟背景 找虚拟背景 OK吗 你用虚拟背景的方式去呈现它也OK 只是说你要特别注意 虚拟背景你穿的衣服啊 一定要跟你的后面的背景色是明显隔开的 如果你后面都是一堆东西 然后比较深色 你就穿浅色 因为呢 当你用虚拟背景的时候 它一样的也会去抓你的那个边界线 所以如果你的颜色跟后面的颜色太近 它可能会分不出来 那是你的身体 还是它是背景 所以就有可能你在呈现的时候 它就会影响到 这样有听懂老师意思吗 所以那个拍摄的那个背景啊 蛮重要的 所以没有办法有好的环境 你就用虚拟背景 就是照片 这样OK吗 然后虚拟背景拜托 不要用动态的 像我们今天的课是辅大为主嘛 所以老师会用Teams来举例 因为我们辅大都上课 都是用Teams在上课 Teams里面它有一些背景啊 它其实是可以变成虚拟的 动态型的 那个不要用 那学生会一直看着你在动 他会一直看 老师为什么后面的东西一直在动 那是干扰 知道吗 所以拜托不要 就是虚拟背景 有没有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老师们知道虚拟背景在哪儿吗 虚拟背景 来我顺便demo一下下 好这是我的Teams画面 那例如说来 我直接开一个空白的 给各位看一下 OK 当我现在要开了一个 视讯会议的时候 来在左下角 等一下我没有切回来画面 等我一下下 来在老师的这个 这是Teams画面 左下角这边可以把镜头打开 然后镜头打开之后 你看一下这边 它这里就会有一个这个图示 很像那个齿轮的图案 好你就可以点一下它 好点了一下它之后 你看一下这儿 这边会有一个摄影机 然后这边有一个镜像功能 有没有看到 所以呢我先讲镜像 镜像功能是什么呢 有些老师你在上课时啊 如果你想要让学生看 某些图片 例如说不好意思 我这个PC号 购物的 来把柱子遮掉 来你看一下 我要给你们看这个文件 它是正的还是反的 有没有 它是反的吧 对不对 它是反的 好它是反的 来那如果你上课的时候 需要有东西demo给学生看的话 你可以把这一颗镜像 我的影片转过来 这样就好了 您看是正的 学生也是正的 再看一次哦 来 这一下 来看一下 有没有正的了 这样听懂我意思吗 虽然是镜像 那镜像功能呢 刚才Google Meet很可怕 Google Meet老师看是反的 学生看是正的 所以很多老师会误会 他会以为 学生看的也是反的 其实没有 Google Meet也是反过来的 很奇怪 那Tims的话 这个地方镜像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老师们可以试看看 好再来第二个 来背景筛选 就在这儿 您按一下背景筛选之后啊 它这边就有很多的背景 可以用 你看这边 它有那个背景 好那你就可以去选择 你喜欢的背景 当然背景真的很浮夸 就是比较 OK 好比较浮夸一点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 例如说老师上课 有自己的系索 或是你们是什么 什么单位之类的 我看到很多单位 他们都会自己做logo 你用PowerPoint做就好 透过PowerPoint做一个logo 然后它这边 有跟你讲大小 这边 你就做一个背板 它最大最大 不得超过24 2048乘2048 就是1比1啊 举行的 所以你就用这一个 举行的就好了 然后格式这些 OK 这样就好了 知道吗 你就自己做一张 然后当成背景 去呈现 那到时候呈现的时候 你的后面背板 就会是你看到的画面 很多老师都是这样做的 那最后一个 如果你连图 你都不想要 你就用模糊效果 你看模糊是这样 对 模糊也OK 但我不喜欢 因为我就想干干净净最好 所以我不喜欢 有任何的虚拟背景 可是有些老师 可能没有像我这样的环境 没办法 你就只好需要有个点 可以让你上课的时候 后面的是干干净净的 OK 那这个要小心 就是我有看过有些老师 他后面是床 因为他房间 好好笑 然后那床如果没有 把棉被折好 就看起来很乱 所以老师们一定要特别注意 就是虚拟背景的部分 所以第一个 背景的地方很重要 就是我们讲的拍摄的背景 好 再来第二种 第二种叫灯光 哇 灯光真的很花时间 那灯光的话是这样 来我这里有图片 给各位看一下下 这是我的灯光 我解释一下 灯真的要看你的实物情况 来做决定 如果我现在在上课的时候 像因为我的环境的关系 我的光源 都是在旁边的落地窗 所以我的影像 老师先放大一下 来 我的影像的部分会变成 你看老师的脸 我这边是在外面侧光 所以那个地方光打进来 我这地方光就会很多 可是这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老师就会变太暗 太暗的话 其实我这边有发一盏光 你看我有一个黄光 在这边 在这个地方 那我平常上课的时候 如果是晚上的课 因为晚上已经没有 外面的光源来干扰 其实我只要救我的室内光 然后我就用小米台灯 我放在旁边给你们看 这个 我的小米台灯 我有两盏 我左右各放一盏 小米台很便宜吧 不用买那种很厉害的灯光 我用小米台灯 不好意思把它接回去 我是小米台灯 左右各打一盏 左右各打光 就把它打掉 我的阴影 好那 这是晚上的打法 就两盏就好了 那白天 因为我的这边的光源 它真的比较厉害 如果我们等下晚一点 到班红 到班红 老师会越来越美 知道吗 因为光会越来越漂亮 我是晚上出来 会美的那一种 白天会很可怕 回到原型 好所以这时候 我就会 这边光会比较少了 少了后 我的室内光源 它就会足够 那我的光 就会是清楚的 所以这个是跟光源有关 那因为我没有 像人家那种YouTuber 搞了一些那种 摄影棚干嘛 我没有 因为我们是教学者 不要太高调 我就是 对所以我就是 基本的光源 我就觉得够了 然后我旁边 这一盏光啊 跟老师介绍 我是用这一盏 这一盏 我现在不能拿给你们看 因为他拿给你们 就变大了 这个 我是用这一个灯光 我唯一的光 就买这一颗 这一个 我买这 它是LED灯光 然后它的灯光啊 是可以调整 让我的灯光的部分 有黄光跟白光 所以我唯独 就是用这一盏光打 所以有时候 你们看我的教学影片 如果比较大的灯光 都是这一盏 就只有一盏而已 我就买一盏光 所以这是我 拍YouTube的时候 会用的 平常直播课什么的 其实就还好 或是平常上课 我也不太会介意这个 我就没有特别的打 刚才我知道很多老师 你们的光 真的太低了 太少了 你那个光源 到老师都是黑色的 这样知道吗 所以老师们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真的觉得光还蛮重要的 就是你至少 老师要让学生看的时候 是看得清楚的 所以光其实要有 然后光的部分的话呢 就会跟您的镜头有关 就是老师现在这个镜头 那我们刚刚看到 在光的地方呈现的时候 要有灯光 第二个是影像画质 画质真的很重要 其实你像我现在的画质 都还不错 还可以啦 就是不至于太糟糕 我黑妈妈的 我没有用相机 你们看很多YouTube 他们在录 他们是用相机 接到电脑端 透过相机拍 可是那个对老师来讲太麻烦了 我们上课的时候 如果用这个方式在拍的话 你光是剪片就真的太辛苦了 而且它带过来 你还要买好一点的摄影机 然后你还要懂得怎么接 那不是一般老师 自己玩一玩就会 有点复杂 所以我觉得最好最好的 其实就是webcam 透过webcam就好 可是webcam呢 我真的是强烈建议 要另外接出来 请你不要用内建的 因为内建的第一个画质 真的不够好 不够好老师就会脏脏的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 因为它的位置 角度的关系 它就是粘在你的荧幕上面 就这样荧幕这样 它就在这个位置 所以它在荧幕上 你怎么去瞧 你的镜头会好看 所以像老师这一台机器 好我们回到上面那一张画面了 老师这台机器呢 它是在我的荧幕后面 然后我是有技巧的 好就是这一台机器 我的技巧呢是 高度 高度记得 好来 这是我的高度 因为我现在不能拿 因为我现在就来用它来拍 这一台 它在我的正前方 这一台 好来 高度是这样 我现在目视法 我看我的侧边 我有研究过 它大概跟我等高 就是我的身高等高 所以我是架脚架 你们发现 脚架才能够跟我的身高 是平行的 那我就把它拉起来之后 跟我脚架一样高 再来呢 有一个小技巧 你看它这里 它这里压 我放大一下 来 等一下 它因为那个脚 外部件的关系 这里 它那个外部件都可以这样折 有没有 它可以这样折起来 所以我就把它拿高一点点 往下 它是折叠这样子的 折叠型的 对不对 折叠型的 好 拉高一点点往下压 知道吗 那会瘦 OK吗 因为你看我的角度 就会有点 一点向下 然后这个 这个就会尖尖的 其实我因为 远距客胖10公斤 我没有骗你们 我真的胖10公斤 我都觉得 我先生看到我 他不晓得感想是什么 我会运动 好 他就是 就是你要这样 我把我秘密讲出来了 好 所以我现在看起来 瘦瘦其实没有 我胖很多 那像这样的角度 其实会让你在直播出去的时候 影像上面是OK的 所以我蛮注意那个角度的 那角度怎么放 其实你在讲课的时候 你要直视着镜头 这样跟他讲课 怎么可能 很奇怪 而且很像在瞪人 有些老师的眼神 就是比较凶 有些会比较柔和 就每个老师的状况不一样 那我自己是不太看镜头的 我是不太看镜头 Hello Hello 这样上课 很怪 我不会 我大概都是 如果我要直视的话 因为我的荧幕在前面 其实我是看荧幕 我这个角度是看荧幕喔 OK吗 你看老师的眼神是看荧幕 那如果我要看学生 我可能就上来一点点 不是我在录影 要跟着镜头讲话 我看的是脚架的下缘 这里 我是看这个下缘 看脚架下缘 所以我包含 真的去外面直播课程的时候 我都是看摄影机的下面 我不直接看摄影机 因为我直接看摄影机会太凶 所以也很怪 然后会不习惯 所以我大概就是往下压 一点点我的眼神 这样就够了 那老师你们在上课 你们不用特别去要求 说一定要看 你们就看人家直播 谁在一直看着镜头 讲话的啦 连电视都不会啊 对不对 所以不要一直看着镜头 这样会造成无谓的干扰 你会很不习惯 所以那个webcon的角度很重要 你要自己在另外外接 然后摆好你的身高 一样高 微微往上下压一点点 你的人看起来就会是比较瘦 所以这个镜头也很重要 画质的话呢 至少至少至少 请你要到Full HD Full HD就是 1920乘上1080 至少 至少 可以到4K更好 知道吗 你的画质会更好 可是呢 你的设备高 还要看软体 因为有时候软体会压缩 像如果我们用Google Meet 在上课的时候 它会压缩 其实解析度会更糟 但你一定不会糟 比别人还要糟 因为你是高的 你再糟也顶多 糟到一定的程度 有些人是真的很糟的 会更糟 听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画质其实很重要 我不太建议用内建的 主要它的角度啦 真的也不好调 所以这也是跟各位分享一下 在webcon上面 好 最后一个是老师的衣服 服务的部分 这个老师应该都很熟吧 平常上课的时候 老师一般的穿着 你们也都会自己注意哦 好 那我跟你们讲 就是角度 位置 我们在线上课的时候 或是直播课 因为我的课 比较多都是坐着 我们不是那种 表演型的要站起来 我们大部分都坐着上课 好 那我们在坐着上课的时候 老师一定要特别注意是 通常 底部要到哪边 知道吗 底部 下面在 好 我一定会只到凶险 我不会再高 知道吗 尤其女老师 因为镜头是会放大的 镜头会让你的身形更大 所以我才要穿深色 看起来比较瘦一点 好 再来 然后呢 你如果穿浅色衣服的 那个身材的线条 会更明显 所以我喜欢像这种 就是衬衫 然后就是单色 不要有花纹 单色 它就会整个是一片的 你就什么该看都看不到 也比较安全 因为有时候 老师的身材太好 然后你没有把衣服弄好 之类 学生也很尴尬 他眼睛是要放哪里 对他也不晓得 他要放哪里 所以呢 我们不要造成 大家的困扰 所以我大部分自己 或是我们家的老师 在直播 我会看画面 至少至少 他这边底部底部 你只能到胸线 只能到胸线 不能再低了 知道吗 女生 尤其女老师 只能到胸线 那有些老师 他们会再更近一点 OK 可是你不要太近 有时候老师的课程 变成只有一颗头 悬挂在上面 也不好看 所以你还是要有点上半身 可是就是拉到胸线的位置 就差不多了 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 那下半身 你当然随便穿 你要穿花裤啦 短裤短裙 都没有关系 但是就是上半身 那个该有的老师的样子 还是要有 那不要穿贴身的 如果你要穿贴身紧身的 你就要加外套 加个简单的 休闲的西装外套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形象 然后我自己会尽量 可以的话 有领子的衣服 是比较适合的 对 那如果没有领子的话 至少你女老师 比较多 多样的衣服嘛 你就可以找比较 看起来OK一点的 然后我都是喜欢挑单色 然后在镜头上面 它的曝光只出现 颜色会整片是黑的 他就什么都看不到 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 对那 嗯 好了 如果你身材很好 想让学生看 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 对 可是就是尽量避免 因为真的不太适合 所以老师的服役 它其实也蛮重要的 只要你的背景好 灯光OK 然后影像老师服役什么OK 我觉得那个学生的 主观感受会差蛮多的 所以这也是我自己 在上课的时候 我一定会注意的 而且我的课程 我一定开镜头 你们开不开 老师 我一定开镜头 因为我的讲课 虽然是电脑操作类的 但是我会有一些肢体语言 像我讲话 一定会动来动去 我没办法停 我一定要动来动去 我会开镜头 学生不开 我OK 但是我自己会让学生 看到我在哪里 因为他们可以看到 老师的表情 他们可以看到老师的样子 才有像上课的样子 而如果老师都光光光了 那学生也都没有 老师也都没有 哇 那整个效果 其实差蛮多的 所以我自己呢 是一定会开镜头 但每个老师不一样 还是看老师的需要 跟网络频宽 网络频宽 如果真的跑不动的时候 你可能还是要把镜头关掉 所以这是在前面的 基本的设备上面 好 那我的设备是大概这样 好 所以呢 这是刚才所讲的 这几个观念 来 那这是老师 自己用的设备 这是我的灯光 灯光老师们 就是特别注意一下 你有台灯 你就先用台灯 台灯如果可以够了 那就OK 你也不用特别 再去买些什么 网美的 一个圆圈圈的那种灯光 那个我有买 用两次我就把它收起来了 好 那种圆圈圈的灯光 其实光线 我觉得它不太足够了 然后再来第二个是 它为什么要做圆圈圈 它是为了要让 你的眼睛反射的时候 有那个圆圈圈 像漫画人物一样 我相信我的学生 绝对不会care这件事 就算我像漫画人物 他也不觉得怎么样 知道吗 所以呢 灯光我就没有太去看 圆的那种灯 这种灯是因为 它有很多LED 然后它可以充电 也可以外带 再来它有黄光跟白光 所以有时候晚上 我就会打一点点的黄光 让我自己看起来 暖和一点点 就是调光的感觉 光线的温暖会出来 所以我觉得 可以调光的很好用 像老师那一台 小米台灯也是 它就是可以让我调 蓝色的光跟白色的光 所以我就拿来 上课直播的时候 拿来用 好 那第二个是收音设备 收音设备的话呢 老师现在用的就是这一台 这一台我用了三年了 我从前三年 疫情开始的时候 三月我就买了这一台 因为我本来在直播时 我是用webcam收音 可是webcam离我有点距离 所以我变成在收音的时候 那个webcam真的是 我要很大声的讲话 所以我变成我收音的时候 我的课程上完后 比我平常在学校上课 还要累 因为我的声音会一直吼叫 我会以为学生听不到 其实学生都听得到 那因为镜头离我真的是比较远 webcam是收音像的 你又拿它来收音 所以它就会造成太近 人会联会很大 太远 你的声音可能又收不好 所以后来想说算了 不要虐待我的声音 我就后来自己去买了这一台收音设备 那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有时候会需要静音的情境 例如说我现在请学生操作 或是学生讨论之类的 我需要静音 我们怎么静音 我们是不是就要到那个软体上面 去按一下静音这一颗按键 你按下去之后 它就静音 你要打开声音的时候 你再去给它按一下 让它打开对不对 很累呢 而且常常忘记 常常声音就会管播出去 所以我现在的方法是这样 我买这台设备 我真的很喜欢它的原因 是因为它有独立开关 第一件事 独立开关很重要 像我现在上课 我这一颗放在旁边 然后如果刚好有人要进来 跟我讲话或干嘛的时候 我不想让学生听到 我就会直接把它压掉 压掉学生就听不到声音了 然后如果OK的话 我就把它按掉 所以我现在好喜欢 就是我手只要放在上面 这个动作 预备 你看因为我的麦克风在这 我的麦克风在这个位置 好我给你们看一下 来路径一下 在这里 有没有看 好放好 好我的麦克风在这里 那我等一下跟你们讲 麦克风要怎么摆 收音才会好 好放在这里之后呢 我只要手这样预备着 然后有人进来 我就赶快按掉 然后你要离开了 不跟我讲话 我就把它按掉 所以我很喜欢这种 独立式设备 独立式设备 让我们老师在 关跟开就很方便 我不用再去关开 我的软体 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去 采购这种 独立型设备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老师们一定要记得 我最近好多人 问我一件事情 因为你们上课 要在实体上课 然后实体上课 又要收音 那收音的时候呢 又有助教在现场 助教也有声音 所以呢 我就发现很多老师呢 会跟我问问题就是 老师为什么我在现场 助教声音 他的麦克风都关掉了 可是我们两个台机器 还是会收到回音 那个叫回溯 那是回溯 那为什么会有回溯 重点都在 麦克风 你们的麦克风 是不是都是用耳机的那一种 如果是那种耳机带的 耳带式的 它是没有防回溯 所以它会有回音干扰 就很像我们在那个 唱卡拉OK 还是KTV的时候 你的麦克风 如果跟喇叭太近的时候 它就会回音 它就是回溯逻辑 那还有第二种 很多学生老师 之前问我说 用那个什么 Google Meet 在上课的时候 Google Meet 的声音播出来 然后你用萤幕分享 为什么学生都听不到 可是有些老师 又可以听得到 原因都是在麦克风 我这台麦克风 它就可以防回溯 就是它有独立开关之外 它有防回溯 所以我现在如果 电脑播音乐 你这台机器收 它不会回音 它会声音是同步的 知道吗 所以我发现 买了这台 我才发现原来麦克风 学问这么大 我以前自己在 录教学影片的时候 没有学生上课 我没有发现说 原来这件事是重要的 那一直到直播课之后 我才知道 原来有这件事情 就是它有回溯的问题 所以老师你们只要记得 对 在收音 TimS为什么会收到音 我不懂 收音设备都关掉了 TimS还会再收到音 它会收音一定有设备 没有设备 怎么会没有收到 老师可能要确定 您是不是有什么设备 而影响到 因为你要收音 一定要有硬体 一定要有硬体设备 收音才可以 不然它怎么可能会 确定一下你的麦克风 我觉得 我觉得不太可能 软体会自己有收音 它一定是从硬体收 或是你电脑的 电脑里面内建的麦克风 知道我意思吗 对 因为你都已经关掉了 这个要确认一下 一定是设备的问题 设备没有设定好 它不会自己乱收的 这个注意一下 所以收音设备很重要 因为回缩 因为回缩的关系 所以这里同学知道一下 我觉得收音设备真的很重要 所以这是我很喜欢的功能 你们就是可以自己去找 网络上的设备很多很多家 就是你们可以自己去找 你们喜欢的 或是你们觉得不错的 那只是说记得就是两大点 如果它可以独立的是最好 独立的我也是因为买了这一台 我才发现独立的这么好用 关坑开好好用 但它好重 所以我去福大上科我不会带 它太重了 我去福大上科 我就直接用电脑收音就好 我就没有那么在意品质 但如果全班都是在线上 我就非常在意品质 所以我还是会看情况 那它很重 所以它外带就不方便 它可能就适合定点 在固定一个地方用是OK的 因为它下面那个盘子很重 它是内建那个脚架 所以它下面这个盘 我第一次拿到 我想说怎么那么重的一台设备 其实不是设备重 是下面的盘子稳 所以它的收音站的就会很稳 好那再来怎么摆 我教你们 摆的方法是这样 耳机麦克风那种除外 那个没办法 因为你就待在身上 你动的时候它就跟你一起动 对吧 好老师们 如果你有这种独立外接型的设备 一般来讲 不太建议 把麦克风直接放在正中央 我看到很多YouTuber 他在播的时候 他会把这一台机器放在正中央 其实蛮丑的 我讲实话 我们上课要注重美观 好来这样 有些老师就会这样摆着 安内胸口 各位亲爱的同学大家好 现在收的声音有感觉吧 我是用它上课的 我用它上课的 好来 那你这样收很怪 因为上课从头到头都有它 不太需要知道吗 那这种呢 它叫指向型麦克风 手指的指 手指的指 指向型麦克风 所以这一类型的麦克风啊 记得 它是心爱心的心 心形指向 你只要放在心形范围中 收音都很OK 那我测过 因为它有那个监听 这里 它有一个孔可以戴耳机 监听 所以我自己监听着 然后听我收音的时候 我把它的位置刚好放一圈 绕一圈 然后听那个收音 我觉得对我来讲 最好的 就是在我现在面对电脑的 右侧45度角 就是这个位置 我放在这里 看到吗 好 我麦克风是这样放的 是放在这个角度 这个这个角度 我的位置是这样 我麦克风放在这 然后我有去研究了一下 当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因为你的声音是往前弹 弹到你的那个荧幕后 它会回床回来 然后它会收得到 所以我这样绕了一圈后 我发现 我戴耳机听我自己的声音 它在我的左跟右 是最好听的 就是也近 也不会让我的脸很丑 有一根这边 对在鼻孔这边不好看 然后它收音效果也很好 所以你们看我的YouTube 近三年来的 除非我在外面的学校上课 那一般 我大概99% 我全部 除了测产品 测产品的时候用那个产品录 其他我全部都是用我这一支收的 很多人问声音好不好听 不对 我就会跟他们说 因为老师声音好听 所以呢收音设备就会好听 跟老师声音有关 没有来开玩笑 所以这个是收音设备 那指向型麦克风 独立开关 防回溯 防回溯真的很重要 这样知道吗 这三点 老师们在直播的时候 或是课程 它真的很重要 那当然它不一定拿来直播课 如果线上课程只是一时之间的 后续慢慢的我们会回归到实体 当疫情都已经是趋云平淡的时候 对老师来讲 你们还是会有机会 录同步教学的课程 非同步教学 教材 那这个就可以用 所以我觉得 不会浪费啦 就是买了设备后是不会浪费的 会一直用下去 至少这疫情这三年 我都觉得用够本 这样知道吗 好 那这是我的收音设备 好 那 这个课以后可以回看 可以回看 Tims同学可以关掉老师麦克风吗 我知道为什么 老师我答给你解释 我知道为什么 我答一起讲 有些问题我答一起讲好不好 然后刚刚有前面老师说 绿幕有没有必要 我刚讲那个背景 你们觉得呢 如果你背景没有办法很干净 你又不喜欢虚拟背景 你就用绿幕 你就可以去背 听懂吗 对 那去背你还是要放虚拟背景 然后现在的技术都做得很好 你不用虚拟背景 其实你也可以去背了 所以 所以 可以不用 我有一个 我有绿幕 我都现在都收在柜子里 拍微电影的时候 才会拿来用 我现在都很少在用绿幕了 我是觉得可以不用 只要老师的衣服 跟你的后面背景 要很确定 它的颜色是分隔的 很清楚的 那其实就不消绿幕了 嗯 就可以不用 但如果你有了 买就买了 就加减拿出来用也OK 不要浪费 好 好 再来 看一下问题 哦 我这个型号 我是买圆刚的 AM310 美女老师 我看到你了 好 AM310 圆刚的 AM310 型号 好 再来 我看一下 会 因为你那一台webcam 老师没有支援 那个防回缩功能 嗯 那跟设备有关 它如果没有支援防回缩 你就会有 嗯 人家看webcam 有些webcam买得很好 欸很贵的webcam 可以到3000多块哦 一支哦 三四千块 它就会有这个 就是它有些 就会有防回缩 所以可能要问一下厂商 你在买的时候 可能问一下 它有没有防回缩的工具 防回缩真的很重要 但我可以很确定的 200% 你们用的那个iPhone 那种耳机 有没有 就是手机用那个 那个没有防回缩 那个没有 然后买的那一种 就是耳带式的 200多块 300多块 耳带式的一根的 那个也没有防回缩 就是可能还是要 好一点的设备 嗯 就是还是有差哦 好 再来 Teams等一下一起 好 Teams等一下一起 一起讲 好 老师我先把你标一下 好 我等一下一起回你 好 来 那我们就继续了 老师有问题就 尽量丢 好 尽量丢 OK 好 来继续 好 那想到了 OK 麦克风可以了 就是位置要知道怎么摆 摆放位置 然后影像镜头老师刚才也有解释 就是你的镜头的角度 角度很重要 还有你要买高画质一点 OK 然后我跟你讲哦 影像镜头啊 我帮很多厂商测过 很多的影像镜头 六七颗跑不掉 我发现影像镜头会有一种情况 就是它会有一点 一点 每一家不一样 它会有色偏 色偏的意思就是它颜色会有点 偏黄或偏白 就真的每一家预设出 我讲是预设出厂 预设出厂的值 所以老师们可能就是自己先想看看 你喜欢的是哪一类型的 然后CP值比较高 大部分都是圆钢 圆钢就AVE Media这一家 他们家比较 CP值比较高 就是它比较便宜 然后它的那个画素啊 样子啊 都不至于太糟糕 而且它现在都有支援美金 然后另外一个厂商叫逻辑 我觉得逻辑的也还不错 可是逻辑都比较贵 贵蛮多的 所以我觉得老师们如果 只是拿来上课用 不像我是上 我的工作就是这一块 所以我可能要买的 maybe好一点之类 但我偶尔也会用 圆钢的某期款来上课 然后我也有逻辑的 我会两个产品搭着用这样 所以我觉得镜头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网络上评测 看一下人家评测的 然后注意看他的画面 第一个 你要先看评测那个老师 他现在是白天录 还是晚上录 第二个 你要去看评测的那个画面 出来打出来的效果是如何 那你要去看那种感觉后 你再决定你要不要买 知道吗 然后第三个 你就看他评测出来之后的解析度 他在荧幕上看起来 那个解析度 OK 这个都是三大要件 如果我要买设备 我会先看这三件事情 那因为他很多那种 YouTube上面的介绍 他们都是在很棒的光源下去录的 那个光源好 你当然录起来效果就会很好 但他失真 因为他失真之后呢 我就不是很清楚知道说 我到底买回来我的光源不如那个样子 我也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效果 所以你要看人家评测的时候 不是看 哇好好用哦 哇好漂亮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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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看清楚他有没有在骗你 不是啊 就是他的环境是什么 他测出来东西的样子 是不是跟我们做出来也会是一样的 其实我在做这一块 我会特别看这些东西 这个我跟你们分享一下 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摄影镜头 有很多家都在做 那目前台湾最有名就两家 我自己觉得比较有名气就是圆刚的 AVERMedia加圆刚 另外一个是罗技的 罗技是什么 L-O-G-I-T-E-C-H 因为我刚刚有一台 我有两台 我有两款他们家的 就这两家啦 所以就是老师们可以自己去评估看看 好那这是镜头 这是镜头 OK 最后一个的话是食物摄影 食物摄影我觉得要看 我觉得要看课程 像刚才我们美女老师 你的课很多营养的东西 有没有看您那个做菜啊 或是说营养学的概念 如果有需要一些实体 像就是说我到厨房去 上课不拍 然后是直接实作 那远距课程的话 我觉得呢 他其实就可以拿食物摄影机 食物摄影机就是那一台 我这边准备一台 给各位看一下 食物摄影机它就是像这样 这个就看老师的功能 需不需要 它就是主要是要这种脚架 关节性的啦 要这种有关节型的 你就可以把镜头这样子照 照在萤幕 就是照下面这样就可以拍了 然后多多老师有跟我说 那我的旧手机可不可以做 然后我的webcam 可不可以当食物摄影机 都可以都可以 你只要能够让它 可以照到下面的就好 可是哦 差在哪里 像这种专门的食物摄影机 他们有搭配软体 他们的软体认到 他们家的食物摄影机后 有对焦功能 不是要自动对焦 是要取消对焦 你懂吗 我们拿那个相机 有没有 你相机 手机在拍的时候 它是不是有对焦工具 所以你看你相机在拍摄时 有人物 他就会有镜头会这样 往前往后这样 突然 霧一下下 清楚一下下 这件事在拍照是好事 在录影是好事 但是 它在上课 是不好的事情 因为如果你在上课当下 你把东西这样接着 东西拿进拿出 你在操作 你在炒东西 在切菜 你会发现你这样照射的时候 它会镜头突 忽然间要对焦 因为你有东西进来 它会闪一下闪一下 是不对的 所以其实用手机 或者是用一般的webcam 你一定要找到软体 可以把你那一台设备的 对焦功能拿掉 自动对焦拿掉 变手动对焦 这在上课 它才不会一直这样 一直在动 一直在动 知道我的意思吗 那这种课 像我自己在交手机 或平板课程 APP的时候 我一定会用食物投影机 来照 我就不会拿我的webcam 因为我有很多款webcam 但我不会拿它来用 因为对焦问题 我要那个软体 有支援对焦的软体 拿掉了才可以 那像 圆刚他们家有啦 然后逻辑的没有 他们专用的软体 没有 它就没办法对焦 拿掉 然后食物投影机就有 所以老师还是要看 你的工作上 你的教学 如果这个是需要的 像 操作类型的 或是书写的 你就要注意对焦 能不能拿掉 知道吗 而不是看外观 或是我只要能够照地板 照下面就是可以用 才不是 很多国家老师 前阵子不是都这样上课吗 对 然后我就想说 可是一个对焦怎么办 它对焦就会一直晃 一直晃 一直晃 对 那老师如果不在乎就算了 可是 它真的是会影响上课 你学生看起来 一下又 一下又清楚 一下又 真的是很痛苦 知道吗 所以这是食物摄影机 部分某些领域的老师会用到 这个就解释一下 好 那最后一个我就不讲手写版了 因为我们直播 有些老师可能会用到手写版 有些不需要 所以这个就另外再看 好 所以这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 设备 很可怕 买买买 好不好 有很多东西要买 好 这个知道一下 来 刚老师有问说 如何把提问截图放在荧幕上 是这个吗 是这个吗 我用的直播软体 我用的StreamYard的直播软体 这等下老师再分享 就是我会解释一下 我是用直播软体做的 直播软体本身有这个功能 可以让我投出来 直播软体的关系 后来我们自己 see 好 那这个是设备 好 我把节目投回来咯 OK 好 来 那这是我自己很重视的视讯设备 所以其实第一关 就是你的这些工具 来 那这个我之前 老师之前有上过我的课吗 我好爱他哦 我一定要每次都要介绍他 Perfect Can 假设老师们 手上已经有Webcam 可是你的Webcam 你又不想买新的 好 例如说我可能已经有了 然后英俊老师今天又介绍 可是我又不想要换新的设备 好 没有关系 你还是可以继续用 那 我自己也有在用这一套软体 你现在看到的我 就是美机过后的我 它叫Perfect Can 我很喜欢 然后我每一台电脑都有装 好 因为它 可以让我的 不用上妆 我只要涂口红就好了 我现在是只有涂口红 我会画眉毛 其他我都没有上 我都是素颜的方式来上课 然后很方便 我觉得在直播也好 或是在远居客 我很喜欢它 Perfect Can 那它是要付费的 但是 但是 它的付费是彩妆功能 才要付 这个 它有个彩妆 它才要付钱 我没有 用彩妆 我就只有用它的美机 它的美机就是 免费的 所以你这边有一个免费下载 它有30天试用版 老师可以装好 30天试用版 你30天试用版过后呢 它还是会让你用 你就继续用试用的就好 试用的有一套 有功能是open的 叫做美机 柔夫啦 它的柔夫是 出来 它的柔夫是我目前看过 所有的美机软体 在电脑里面的美机软体 做的最自然的 每个人 好 我每次又要说我自己的小秘密 我有一次去那个什么 实体课 然后我这一阵不都是YouTube的课吗 就很多老师 也是因为YouTube才认识我 然后我有一次刚好有 微软的活动 到现场去上课 我还戴口罩 我还没有把口罩拿下来 有一个女老师好可爱 一看到我说 一九老师你皮肤好好喔 你的什么 你最后的皮肤看起来好好 我就说老师 我还假的啦 我是用YouTube 我是用美机软体做出来的 其实不是真的这样 你看一下四季好不好 有点不太一样 她说没有 可是镜头看起来好好喔 我说对 老师我回去推荐你软体怎么用 就是她 我就是用美机软体 来我教一下你们喔 那老师们可以自己回去安装 它是免费的喔 真的是免费的喔 相信我 我为了这个去问原厂 你们真的不用钱吗 她说对老师 美机不用钱 彩妆药 哎干嘛咧 彩妆我就口红那么多 赶快画一画 疫情期间三年都戴口罩 口红都没有用掉 真的会过期 所以呢平常还是画一下好了 好来在这边 老师们进来后啊 OK我们到网页 你就打自己打喔 Perfect 好 Perfect 训练科技的喔 我也导演他们家的 那一家的 来点进去 老师们进来自己下 哎不好意思 不注意的make make 没有 好免费下来在这里 就不要管这个 先不要买 我会被骂 好了免费下载 真的 你就等一天资料同意 就可以下了 我已经装好 我装给你们看 来 这是我超级无敌推荐的 视讯搭配 我都会搭配它 光也可以提升 然后呢 你的皮肤画质会变好 真的会好很多 来在哪边呢 我们看一下右下角 当你装完它后啊 呃 不用开机啊 重开也没关系 它这里会有这个图案 你每一次打开的时候 它都会有 然后你就可以在直播的时候 搭配它 它可以适用喔 所有的 远距工具 全部 我连路教材 我都用它 你看我多爱它 然后呢 你把它宽两下 先宽两下 它会打开这个画面 重点是这个柔肤 好 然后我把它打开喔 完整模式 各位看一下 这我之前 我在辅导的某一场 有介绍过 我好喜欢它 来 你们现在看到我这样 你们看到我皮肤很好 有没有 假的啦 我柔肤给它开到100 有没有看到 Turbo 好 你们应该没有 没有要我关镜头吧 我不想关 好 就是它可以柔肤增或减 好 我开一点点 不行不行 这样会留在 荧幕上一辈子 好啦 就是它可以让你柔肤 变好就好 知道吗 那我没有 其他的 我连造型 都没有开 它可以上妆 但上妆要付费 就不要用它 我们用免费版 你看它的免费版 进来之后喔 右上角有个齿轮 你点进去 它这边会显示 你现在用的 那个外背根是哪一家 往下 这里 亮度跟对比 你看一下 那我刚刚都没有 把它故意调亮 我是让你们看 我调过的样子 这里对比在这 颜色深浅 这是对比色 然后曝光值 它帮你做预设 所以你看我现在进来后 我对比太重了 来 然后亮度 你看 差很多吧 光线什么都会提升上去 知道吗 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好 那自己抓一下 抓一下感觉后 就可以了 所以我现在都是用这一套 那它的逻辑是这样 你只要把Perfect Can 装完之后 它就是一个虚拟摄影机 所以这个虚拟摄影机 可以给Google Meet 可以给Teams 可以给很多很多很多家用 所以你看哦 我在上课的时候 好 我现在镜头都设好了 等于让Perfect Can 抓到我这台机器了 抓到之后呢 好 再来 它好处的地方就是 它虽然会让你皮肤变好 可是它有时候 一点点小小的撩魂 听懂台语吗 就是撩魂 它还是会在 所以我觉得它的厉害 是在自然 它不会让我们觉得 很像假的陶瓷机 它是自然 所以我很喜欢它 我对这种工具很要求 所以我如果认可的 它就是一定很好 相信我 不然我是很喜新厌旧的人 好 来我们要关掉 关掉之后 你看老师如果在Teams 好 我们用Teams讲哦 老师在新增会议的时候 我们立即开会 我在Teams里面的时候呢 你看我进来 我在这里 下方这边 好 我们就可以点这个齿轮 好 那辅导老师们就特别注意 这边会有一个叫做摄影机 你看我的摄影机 我的摄影机 always都是它啦 有没有 Perfect Can 我就用Perfect Can 然后Perfect Can 对到我的实体摄影机 所以我就用Perfect Can 来直接进行 就是上课等等 所以所有软体 通通吃 知道吧 那你们就用试用版 重点就是它那个美机工具 你就可以一直不断的 重复使用它 到齐了 继续用 知道吗 它是不用钱的 好 所以这里是推荐一下 我个人很喜欢的 设备这一块的一些工具 就是这一个 好 来我们第一个阶段交完咯 硬体设备 所以你会发现 哇 光是硬体设备 有这么多的美感 我还是已经是 cost down的方式咯 真的 如果你们是真的 走到专业摄影棚 或是真的走摄影棚的模式 完了花的钱更多 光灯光就很可怕了 好 所以我们是 以学校老师的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 老师就记得 收音真的是 对你们来讲 第一个最重要是收音 收音最重要 再来第二个呢 是你的画面 对不对画面 光啊什么的 OK的话 其实就很棒了 所以这两件事 是最重要的 OK 好 来 还行吗 啊 有现在有段序吗 没有吧 好 那我们再继续咯 我们再往下咯 好 来下面 接下来部分的话呢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好 OK 绝招二 刚第一招就是视觉效果 你的视觉效果如果好 当然学生看起来 你的画面就会清楚 所以呢 硬体的介入不得不 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的重要 好 那再来第二个 就是在我们线上直播的时候呢 老师还要什么样的准备 才可以让你的课程 进行得更加的顺畅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教学素材 上课的时候我们会给学生很多的材料 你的教学素材给予 简报给予 等等之类的 你要先准备好 准备好之后呢 你在课程进行当下的切换 你就会非常的顺畅 那前阵子呢 因为很多老师上课时要用简报 又要用IRS 所以呢IRS是另外的软体 然后他在简报里面又放简报 所以我发现很多老师上课的时候 超忙的 忙着什么 忙着切换画面 一下到简报 一下到IRS软体里头 然后后来慢慢的有一些方法 可以把IRS直接放到简报里面 老师只要透过一份简报上课 那叫all-in-one的概念 你在一份简报里面上课就会很顺畅 所以呢 教学素材如何给予学生 老师上课需要的内容 档案 程式 你都准备好 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 就是你在课程切换就会很顺畅 好那这边我想要给老师们 一些观念 其实素材准备好的主要重点就是能够把你上课用的辅助素材线上化 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的 你要让它线上化 好那我们回来谈你的素材线上化 给学生 或者是你要怎么样给学生 OK好要给学生的方法是什么 我这边举两个例子 两个方向性 第一种 第一种可能要看课程 第一种课程就是我们这一种固定性的课程 就是像学校的18周固定的固定学生 固定型的课程是8周的 好这种的话呢 我们以因为今天是辅大的场次 我们以辅大的Teams来做举例 当老师们如果你们是用Teams的时候 我可以怎么样给学生 学生在上课前可以拿得到这些资料 好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是短期型的 我把它定义在短期型 像你们今天的课就算短期型的 只是我们没有操作 我们全部都是我讲话而已 好那短期型的应该要怎么做 所以我们分这两类 那这两类我自己看了一下 我大部分也都是以这两类为主 这两个方向性 好固定型的话呢 如果是以辅大的角度来看 学校现在上课是用Teams 这是我们所谓的远距工具 远距一定要有个工具 我们的远距工具是用Teams 所以呢老师们在上课时 是用Teams进去跟学生互动 但是教材呢 我知道福大都是放Troncast 对吧 所以老师呢在上课时 学生可能他需要到Troncast 先去下载你的素材 下载素材之后呢 你再到Teams里面去上课 大部分是这样 好那有些老师的客人是简报 所以还好 可能这份简报用好几次之类的 但我的课比较不一样 是我的是素材类型的 我要操作 那我要画图 或者是我要做一些影像合成 所以我素材量比较大 那我的方法是什么 我都会让他线上画后 喂给学生 那什么叫喂给学生 好这个是我觉得 Teams非常好用的地方 好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是我的课 就是真的真的课哦 昨天才上的 我的课程 那我的课程里面呢 我都是在Teams里面 把排程都排好 排好排程后呢 每一个课开始之前 你只要有排程哦 Teams有一个好处 它跟Google Meet完全不一样 它可以事先给学生材料 在哪里 这里 我只要用那个参与者聊天的功能 把材料给他 那个材料会在哪 他会学生进到 我的会议室里面的时候 旁边的文字留言 就会看得到了 Meet是什么 Meet是不是你上课当下 进去把它贴到留言区 学生才会有 而且你贴到留言区 后面进来的学生 还要再继续贴 所以在Meet上课很痛苦 是要一直不断的贴 因为有人会晚进来 可是Teams不用 Teams老师像我 接了很多课 像有些企业 他们都送Teams上课 我会请成办给我连结 然后他给我连结之后 我就会直接点那个进去 把我今天上课 素材要给予的东西 都丢进去 我就把它丢进去 然后呢 学生进来上课 就会看到 这个很好用 超好用的 把它学起来 知道吗 好那我们看一下 固定型的怎么做 这个技巧怎么做 来那这里的话 指的就是这个 我的下一个画面 你看 如果你要丢给学生 有两个入口 有两个入口 一个是团队 团队的话 就是我这学期固定的课 像这几个 是我这学期固定的这些课 我在课程里面呢 就会有像这样的一个排程 在排程里面 我丢回复 学生就会看得到了 所以我窗开时会放 可是我这个地方 我也会放 学生一进来 马上就会有 不用再问我素材 因为他们往上滑 就会看到老师的素材 已经放在上面了 好第二种情境 就是像我们今天 这种活动型的 它可能会有不同的人 有外宾的 然后或者是 来源不同的 不好意思喝一下水 好 来源不同的时候呢 这种情况 我们就会从形势力进去 那你从形势力排好课之后 一样也可以丢给大家 所以这些都是在我的课程 还不需要进去的时候 就可以用的 所以你应该在直播的时候 这些东西要准备好 材料要准备好 好来给各位看一下在哪边 拿不到TIMS 然后这边我顺便解释一下下 因为刚好前面有老师 有这个问题 好来 TIMS在使用的时候 拜托各位老师 请您 你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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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会议室 连结 不要让学生开会议室连结 因为你开 你就是召集者 你是召集者 学生怎么会关掉你的麦克风 知道吗 因为权限问题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知道吗 来我教一下 首先来 我们在使用TIMS的时候 开课程 老师们 特别注意一下 您可以呢 在形式立中开 也可以在团队开 有两种 好 那如果在团队的话 这样例如说 好用这个假的课程 假设在团队里头的时候 那我就会到右上角的 箭头往下 这一颗 这个箭头往下 有个叫排成会议 好排成会议 我会从这边进去排成 然后当我在排成会议的时候 这边就把资料打好 例如说先打test 时间 然后什么什么的 重复与否在这 你的课程可以重复排成 因为用重复排成的好处是 学生他都可以进来 每周时间到了 那个就会弹出来 他点进去就可以上课 他不会误开新的会议室 我的学生都很乖的 就知道我要上课 因为我都已经排好成了 然后排成好的连结 下一周使用的时候 您上一周的资料都会在 所以他等于学习历程 通通都会留着 留在那个排成里 包含出席清单 包含录影档 通通都在上头 所以我很喜欢用排成 我在每次开学的 就是资讯中心帮我们 把老师的团队都开好了后 我会进去看 然后把每一班都设好排成 不管他会不会进到远居客 反正原则上我都先排好 排好后呢 到时候如果真的需要停课的时候 今年我就排好了 就是这学期 学生就可以马上进来 他们就会很清楚知道 老师都放在哪里 所以这个排成很重要 你可以用自定 然后呢 因为大学的课都是一周一次嘛 所以你就是中 然后就可以排了 国小比较辛苦 国小老师可能会有 如果你是24 24是24的早上10点上课 你就可以一起排 可是如果是24早上4是下午 就不行 你就要分开排成 知道吗 这个观念知道一下 好那假设我排好之后 按下储存 好他就会帮我排行程 好了后你就按下传送 好那我先把它拿掉一下 来传送 传送后呢 我现在这个排成就好了 当我有了这个排成后呢 老师上课前 素材准备好 你就按回复 那我就会到这边打说 来课程素材 对然后该有的档案 我就夹档或者是连结 我就会摆好 好处是什么 当我在这门课进行上课时 我已经打字咯 我加入 他在文字留言区就会有 然后都关掉哦 好你看我进来 我进到上面的这一个文字留言 聊天的位置 好你看这边就有了 你只要丢进来 学生以后一进来就会有 知道吗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方法 我觉得 等于让老师们 视线在备课的时候 也把给学生的东西 全部都把它摆好 好所以这个是小技巧 好那这个是整个班级的部分 团队 团队 如果像我们今天是有研习活动式的 也可以有 好怎么做 研习活动式的呢 就记得要到刑事例 刑事例 好我们到刑事例里头后啊 像如果老师这边要排 我就点一下 来我们这边就可以排成了 然后排完后 例如说我用test 不然我自己会误会 好排好时间了 然后行事例型的一定要有个列习者 很奇怪 他就是要一个列习者 那我用我自己好了 我先用我自己当列习者 他就是一家列习者 你就打一个学生就好 来传送 好传送完之后呢 你在行事例上看到这一则 好那你就可以点他后 来他这边就有个与参与者聊天 那因为他没有团队的路 它是一个行事例的概念 你就点与参与者聊天后 他会放在聊天的位置 在聊天这里你就可以打字了 从你你这边放的东西 还没有上课哦 你摆的任何的东西 当上课后 每个人进去 在文字留言区里面就会看到 这样知道吧 所以这个是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一定会先准备的 那我在直播过程就会很顺 那如果是像短期型的怎么办 因为这是Teams嘛对不对 如果你是用Teams 当然这是OK的 短期型的话是这样 我会另外找一个软体 那我用的是这一个 HankMD HankMD如果老师之前 有上过我的任何课程 会看到我喜欢用一个页面 那因为我们今天比较偏演讲性的 所以我就没有做这个页面给你们 好那HankMD的话 它是线上网页 所以我都会是用像这个样子 它是一个就是一门课程 我就可以在这门课程里面 把我上课的所有的资料打上去 像这是我昨天的课 中央大学的课 做影片剪辑 也是线上课 我就把资料都打一打 那把资料打上去的好处是什么 因为它上面全部都是连结 所以呢 我就可以透过这一页 直接编辑 把内容给它 然后内容给它之后呢 就可以让大家只要一点 就可以呈现 所以我短期性的课程 我喜欢用这个 那我不是用简报 因为我觉得简报 它会框住我的想法 我只是想要把资料给学生 那简报它是一页一页式的 它比较适合观念的切割 可是我们这种资料给予 不需要切割 就整页这样滑 今天课前要准备什么 课程大纲内容是什么 问卷 然后呢 签到 像我们今天课程一样 我就摆在这一页 那我们只要进到这一页中 所有的资料都会有 所以这是我在对 外面的一些研习场合的时候 我会用的方法 那你要用HankMD 你要用Notion 你要用Word 都可以 只要能够分享给大家的 都可以 那这就是辅助教材线上化的观念 你要有线上化的逻辑 那这样我们再请大家 按什么东西 下载什么东西 选什么东西的时候的 课程的切换 你就会非常的顺利 所以呢 一定要有习惯性找 类似的东西 让你去 把资料都打在上面 这样了解吗 好那给各位看一下 我的东西是这样 来 我的HankMD是这一个 它是免费的 好 你看我这样 我以丁选就是最近要上课的 然后呢 下面无标签就是 再久一点的 或可能已经上完课的 你看我有多少页 我有17页 这17页应该有230吧 一页有230 所以你看我几门课在上面 好几百个 好几百个 研习活动 那老师进来后呢 像昨天的教发课 这一个好了 我点进去 我给中央是这样 我就给他一页 然后呢 这些页面里面就有这些资料 对 那他学生呢 以后如果要看 他只要进来点 他就可以进去 点他就会进去 所以呢 我都是用这个方式来 分享我所有的教材资料 试用版啊 素材啊 或简报 我都通通用连结的方式 然后旁边还有这种大纲 可以直接点 所以这个页面 我很喜欢 我都拿它来作为课程的 跟学生交流的部分 那个页面 那你要在学校用也OK 你要后续回去 就是自己再给 不同的团队的用也OK 就看你怎么去用它 但它就是个工具 你可以这样用 所以这一块呢 就会接接到 刚才我所介绍的 教学素材准备的部分 如果你准备得很充足 你的课程切换 就会更加的顺利 好 所以是第二招 第二招的部分 好 那我们看一下老师问题 OK 老师你刚问那个 Teams 学生可以关掉 老师的麦克风吗 在这里 如果课程是你开的 您建立的 召集者 你建立的 你进去之后呢 因为你手上是有权限的 所以通常来讲 学生应该不会动到 你的东西 不会 那老师们要关掉 学生的东西是在这儿 点点点 好 这边会有一个叫做 会议的选项 会议的选项 好 会议的选项进来之后 这里 它这边就有一些设定 你看 允许出席者麦克风吗 关 允许出席者相机吗 关 学生的老师可以 关掉它 知道吗 然后再来 老师如果你很担心 学生会给你乱动 谁可以简报这件事情 你把它改成只有我 权限就你最大了 已经本来就你最大 只有我 他们就不可以乱动 例如说分享画面 或者是录影 学生就都不能动 他在这里 所以你要从这地方去设 那什么叫召集人 谁开会议连结的 这个会议是谁开的 谁就是召集人 要见吗 所以呢 老师如果你会议是你开的 理论上你就是召集人 因为排成是你排的啊 所以你就是召集人啊 知道吗 排成要自己排 不要叫学生排 他排的那个人就是召集人 而且召集人哦 权限很大哦 他还有分组呢 你如果不是召集人 你连分组都不会有 知道吗 所以这个要很小心哦 记得 这个要注意一下 好来 然后 老师你这个问题 早上有老师反映给我了 就是下载出席者清单 这个 这个我已经有去问 那个微软 因为理论上来讲 早上嘉宁跟我反映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法是 学生是不是 没有用正确的方式 登录课程 如果这个学生拿到连结 他登录进来 他可以是来宾的身份 那就会变成 无法辨识这个身份 因为他不知道他是谁 那可能出席期单 就会出错 可是早上嘉宁 跟我讲的是 确定学生是用 Teams登录了 然后 进来还是辨识不到他 这个问题 我有反映给微软 那我们 微软有跟学校 索取相关资料 后续会去解决他 好不好 所以这个之后 我如果有拿到结果了 我会跟嘉宁分享 但还是建议老师们注意一下 就是学生的出席清单 这件事情 学生一定要用正确的方法登录 出席清单才会 理论上才会是比较正确的 好不好 这个注意一下下号 他说无法辨识是指说 对 他可以用以色列打开 没有错啦 但是老师的问题是说 有些同学 没有在出席清单里 可是有些同学 他其实明明 上面就会有了 知道吗 他明明上面就会有了 所以就注意一下下 召集人看这里啊 人员这边 我的名字就会有个召集人 知道吗 但是要进到课程里面 才会看得到 原则上你开的就是你的啦 你开的人就是召集人 好不好 开的就是召集人 好 再来 我在教室上课又远距 远距收音怎么做 用笔电直接收 还是接麦克风 麦克风要用指向型 指向型就是你坐的 那个位置就好 全向型的话是360度 它比较适合是开会 开会才用全向 不然你上课用全向型收 会杂音太多 然后这里要看哦 远距收音是因为我的课 我都是固定定点坐着 然后我可能需要看学生的时候 我就会走过去看学生 但我手上会拿麦克风 然后因为我收音的那一个 麦克风 就是我用笔电直接收 它是在教室讲师机的位置 我拿麦克风 走到学生旁边 有问题要讲 我就直接拿麦克风补充 它会收得进去 OK 可是我知道有些老师是讲话 从头到尾上课 都是在教室移动 如果你是在教室移动的话 你就买那个 无线蓝牙的麦克风 有蓝牙型的麦克风 带着的耳带式的 或是领夹式之类的 你买那种会移动型的 然后你用移动型的收音的时候 就可以收到你的电脑体面 知道吗 因为学校 我都在电脑教室 电脑教室的webcam 有些都已经是年久失修 你们有发现吗 有些头都断掉 或者说就已经有点残破不堪 用太久了 所以这个地方 我都还是会自己带 那我是用笔电内建的 好 我是用笔电内建的 好 再来 OK 理论上来讲 登录其他组织的Teams账号 好 所以老师您的这个问题是 OK 原则上反正就是出席的功能 出席清单这件事情 就是要在同一个团队 知道吗 同一个团队里面 然后会比较完整 不然它会有辨识的问题 这个请教我来就好了 好 来 这一段有没有问题啊 那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下吗 我们休息一下下好不好 等一下再继续 好吧 我喝一下水 那我们等一下还有两招 好不好 还有剩下最后两招 来 我们休息一下 那老师有问题可以先问 我们等会再一起回答您哦 好 来 我休息一下 好 来 我先回一些小问题好不好 好 来 首先这一个老师 老师您说重复排程 下次上课是从上一次的吗 是没有错 可是呢 Teams它会自动的 把这门课的时间 放在最下面 你看 这是我每堂课的 然后如果我没有在做 其他讯息的呈现的时候 我就会这边 然后按一下这一个 我就进去了 也就是说每一堂课 我进去的时候 那个排程 它都会在最下一则 就是今天的课程的 时间到了 最下一则 如果有学生留言干嘛的 它就在上面 它这一则就是这个时间点 到了它就会出现 所以它会自己出现的 你不用去找 你不用去滑啦 这样知道吗 不用去滑啦 好不好 OK 你们要学倒数计时制作方式 请关注燕秋老师教学频道 快点 我会公告 好啦 来 再来 再来下一位老师问 OK 老师如果你用iPad监控 自己上课状况跟回应聊天 两个teams同时开 会不会声音互相干扰 不会 因为你第二台装置 进去的时候 teams那边就会跟你讲 你要加入这个会议室的时候 是用新增装置 还是把装置换过来 那通常我们要用的是 第一颗的新增装置 你先用新增装置 然后它进去呢 会让第二个载具 预设为静音不开麦克风 那也没有喇叭声音 就是视讯会关掉 所以不会互相干扰 我每天就这样上课耶 然后我上课的方式 我用teams上课是 我现在进去画面是teams 我的另外一台是teams 然后我会登录 然后我会有两个视窗 一个视窗是这个画面 因为学生留言我会看得到 我就会把这个视窗 放旁边小小的 就看到这个班级同学留言 然后因为我上课需要 跟学生互动 所以我另外一个视窗呢 就会开启我teams的画面 教学的那个画面 登录帐 登录那个teams里面 然后这边就会有学生名单 因为我上课需要学生举手 我需要看到学生举手的状况 所以我的画面是分双窗格的 那我是用这种方法上课的 那iPad也可以 iPad没办法双窗格 iPad只能单一窗格 可是不会干扰 然后你iPad的声音要关掉 它喇叭出来的声音 你要把它关到最小 然后有时候关到最小 它还是会有 所以记得iPad拿那个耳机 你拿一个有线的耳机 接在iPad上 让那个耳机放旁边 然后你声音关到最小 它那个听的声音还是会有 可是你用接耳机的方法 这件事就要解决了 知道吗 你应该是讲这个吧 它还是声音会出来 对不对 会有一点点的回音 是那个iPad的关系 你用耳机就好了 好 所以这个是回答问题的 如何效果更好 相关的我再等会再慢慢继续哦 好不好 老师你跟我讲一下 你的效果的意思是什么 我可以跟你分享 因为我上课蛮常用的 好 来 那我再往下咯 好 效果 OK好 那我等一下讲一下 第四招 第四招会讲 好了 我们先回到第三招 第三招的部分就是教学工具 要很熟悉 你的课程进行才会不卡关 我真的讲白了 我在这个领域那么久 我这一阵子那么多的课来 然后讲到线上远距这一件事情 我真的强烈的感觉是 很多老师其实对教学工具 根本不熟 这样知道吗 对 你们根本不熟你知道吗 所以就发现 就是怎么上课起来就是卡卡的 有些东西就会做不太出来 都整个卡住 所以我真的觉得在直播这件事情上 远距教学这件事情上 第一件事情 除了设备要去买之外 你第一件事情 请你把教学工具学熟 工具真的很重要 那因为每一套软体的状况都不一样 如果你对工具不熟 你其实很难跟它互动 你很难用它 知道吧 所以我觉得工具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那学校用的是TIMS 可能你要花一点时间去玩一下 TIMS的软体 因为我真的觉得 我很有感觉是在 其实工具是不熟悉的 你很难用武器 去打仗 因为武器都不太会用 怎么去打仗呢 那这一块我想要讲的是 在第三招中 老师们除了设备 还有我们刚才所介绍的 你叫素材 软体的东西都准备 被起了后 第三招就是你会不会用这些工具 你上课想要用的这些工具 你能不能熟 你在直播的时候能不能用 就像我们真的进行直播的行为 就是为了要销售 假设销售的话 它也要跟你讲 打电话来来 订购订购 那就是行为 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的工具要熟 我知道怎么去吸引大家进来打电话 电话要秀出来 我希望他们呢 填什么表单互动 那QR Code要少 那要准备好 而准备好的时候 你这个工具是怎么做出来的 就是第三招 教学工具 第一个 你的线上工具 直播工具 你熟不熟 你是用Tips 还是你们学校是用Meet 还是你们是用 其他的各式各样的软体 OK都行都行 每套软体都是好工具 只要你跟它熟了 你会用它 它就是好工具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蛮重要 就是你线上工具 一定要先会 好那再来第二个部分就是 课中教学所使用的 什么叫课中教学 像我上课 我课中我就很需要画画 我很需要画重点 因为我的习惯 我没有画重点 我很难过 对我一定要画东西 所以我课中教学 我一定要有这些软体 或是我的硬体设备 我熟不熟 第三个 我在课中互动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跟学生互动 我熟不熟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对老师们的教学 是有相关的 你要进行中 好假设你现在上到一半 你想要跟学生互动 结果搞半天你不会IIS 那怎么互动 你就没办法做起来 或者是说你做出来那个互动的工具 你是忘记装了 或是你进去还要登陆账号等等 你都没有事先准备好 所以你在进行当下 其实你就会卡关 或是学生必须要等着你 去把这些东西叫出来 所以我觉得工具熟悉度 真的非常的重要 这样了解吗 好 那刚好有一个老师问到这一块 所以我就一起讲这个 来 老师您是用PPT教学嘛 所以你推荐的软体方便写字跟画线的 OK 就是PowerPoint啊 就是PowerPoint 知道吗 老师你看 老师我现在如果在教学当下 上面有一个工具叫做绘图 但是它也是要跟你的手写笔有关 或者是您是用那个 触碰萤幕 好 这边有个手写笔 绘图工具 好 我很喜欢这个有彩色的 这是小时候的梦想 小时候不是买那个荧光笔 然后里面就很多很多颜色 画起来好多颜色 小时候好喜欢这个 我小的时候 就这一种笔 例如说我用彩虹笔 我在上课当下 我想要画重点 有没有 然后粗细 我把它打开好了 好粗细也可以换 这边有粗细 我都用细细的 没有用很粗 这里我可以这样画重点 你看 课中教学所需要的软体 好 课中互动所需要的软体 老师你是指这个吗 就是你在使用 PowerPoint教学的时候 推荐的工具 我觉得如果是用 PowerPoint教学 我就会用它 我会直接画 然后再来呢 你在画的过程 它也有荧光笔 这边 这是荧光笔 你也可以画重点 对 那你要画线 画线当然如果 滑鼠可以画OK 不然的话 其实它这边 都是画笔 它有尺规 可是你拿尺规画线 会蛮好笑的 就是你搬出尺规 然后再来画画 学生应该会有点吓到 所以我觉得 你就直接画就好 它有图形转换工具 你可以画成不同的图案 但我觉得太麻烦 就直接用线画就好了 对 直接这样线画就好了 还是你要很要求很直 也要讲一声 可能看什么方法 可能看什么方法来画 PowerPoint在没有放映情况之下 请你用绘图工具 当这个简报 在放映的时候 在放映起的时候 右键 它这边就有画笔 其实在左下角也有 这边 它这边就有画笔工具 你也可以用画笔 直接画就好了 我觉得简报最快 就是他们家内建的 那如果是我 我喜欢不放映 因为我每次上课都要切换 不同的工具切来切去 所以我就不放映 我就会直接在画面画 那它现在版本都支援了 在 好先放弃 在这里就会直接有 上面的这个绘图工具 就可以直接用了 这是新版都有 福大账号都可以用 如果是福大老师 您到那个 就是共享软体那边 下载都有新版的 这些都已经支援的 所以是OK的 好那这就是课中工具 你课中工具呀 一定要先熟悉 当你把它熟悉完之后 你再使用就会很方便 没有啊 老师我现在没有放映 老师你看我现在画面 我现在正在上课 我没有放映哦 这是编辑吧 看一下 编辑画面对不对 来在绘图啊 这里绘图 有看到哦 PowerPoint从2019开始后 2016后期 2019的版本 已经支援了绘图工具 所以你在绘图工具的意思是指 不放映之下 好不放映之下 你就可以写结招3 我们有123招 而且它有新功能哦 它在这儿有一个叫笔记重播 很好用 那笔记重播一定要是365的版本 2021比较新的版本 福大已经有2021了 去下载用 它就可以让你这样笔记重播 就是你写完后你可以画 例如说你可能画结构数 好例如说像老师 我这边加一页哦 我如果在这一页的地方 跟学生讲一些结构说明的时候 好 那你看我空白页面哦 来 我在这边我就可以用绘图 对或者是你放一个什么结构 你放一个那个图案之类的哦 你有需要再重新讲重点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页写1 好 这里要写1 我们的重点是什么 2 重点是什么 3 然后如果你有图像 你可以画形状啊 画什么东西的 我在画什么 好来 可以重播 它就会重复再一次 你教学的时候再讲就好了 对 哦 对 版本版 它跟版本有关 老师没有错 它是跟版本有关 版本新一点就有了 然后这个功能 它在线上版也有 所以如果你们学校有M365的账号 线上版就有了 就是这个 回到线上的office.com 来 线上版的powerpoint也有哦 都支援了 线上的 你也可以在上课当下 把简报上传到 OneDrive里头 然后在左上角这里 绘图在这里 都内建了 新版新版 那只要是学校 只要是老师的身份 都一定可以申请到M365的账号 不一定是福大的老师 教育局教育部都有给 老师没去问看看就有了 你这边就可以一样写 只是它没有笔记重播 笔记重播要地端版 但是呢 在线上版它就有画图工具了 所以老师您的画图工具 应该就没有问题 我是觉得用powerpoint就好了啦 因为大家最熟悉powerpoint 不用再学其他的工具 OK 好来 所以我们回来一下 我的第三招 工具真的要会 你上课要用哪些工具 你要自己先懂 先熟 好那我这边有列了一下 通常来讲 我们在课中进行的时候 你要先知道你们学校或你们单位 或你想要什么样的远距工具 那远距工具真的是罢罢就 所以老师这边列出来 我所有目前在这三年来整理出来 在台湾比较多老师在用的都是这些 就是这些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今天上课是用这一套啦 老师您可以到我的频道上去找看看 我今天用这一套叫石春亚 它是导播型的工具 然后导播型的工具呢 它可以让我直播在YouTube 或者是直播到Facebook 那因为我们今天老师人数比较多 所以呢 这么多老师的情况之下 我上课我用远距 例如说我用Meet 或是我用Tim上课不太妥当 因为你们如果声音回传回来 会非常的吵 太多人了 那今天的课程目的呢 也是演讲型的 让你们观看就好 这种情况下 我都是用导播工具 所以我下一堂课 如果要直播给你们的 我也会用导播工具 那我今天就是用石春亚 这个你们可以到我的频道上找 我有教学影片 不准看别人的喔 没有啦 好来 不准看别人的喔 好 你们到YouTube上面 哪有这样 对不对 来到YouTube上 找燕秋老师 宣传一下 没有啦 好来到我的频道里面啊 那张老师问的是 OK 第一个就是石春亚 石春亚在这儿 停一下好 来 石春亚你就到我这边搜寻 石春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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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欢它 这一套直播工具 这个 好 老师们可以 不能这样复制 喔 好啦 你可以先把它就是 去看看 这是我今天用的直播 我最近用直播 只要你们对外直播型的 YouTube 我都用它 我都是用它 所以老师们可以用看看 那再来 我不好意思贴给你们了 画面有点乱喔 等我一下 好 第二个就是老师要问的这个 好 老师您有问说 我现在用了红笔啊 好 被你们发现 要搭锁鞋板 锁鞋板是硬体设备 然后它的软体啊 是这个 这也是我的最爱 好 一样不准看别人的 好 来 这一个 这是直播的 这一场是直播 就是YouTube直播的 就你们现在看到StreamR做的 来 我也把这个分享给各位 好 被你们发现了 我除了上课简报会画之外啊 我最常用的 其实是Runit 我最喜欢这一套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让我画软体 我今天上课 我不用去考虑 我在直播过程中 我用什么样的软体 我都可以直接画 所以呢 我喜欢用Runit的原因在这 好 那我们拉回来一下 所以呢 刚才讲的远距工具 就你们问的StreamR在这 那如果学校 辅大是用Teams 老师们就是用Teams进行直播 所以把Teams学会 学熟 很重要 不会就问嘉玲 好不好 对 嘉玲很厉害 你们可以尽量问教发 教发中心 那个 嘉玲他蛮用心在这一块 所以你们可以尽量去问他 他会觉得老师 不要再问我了 好 然后呢 另外的话 其他还有很多的 你就可以自己看一下 我只是想整理给你们看而已 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工具在用 好 那这个是远距工具 你们要对远距工具 真的熟了 好不好 这个真的很重要 好 那再来的话 这是我自己整理的一张表 这张表的话 就是老师们在上课的时候 我自己在直播远距课程时 这是我课中会用到的 有可能会用到的 我都把它列出来了 我想做这些事 而这些事情 什么软体可以帮我 你看我的萤幕标注 放大就是他 RuneIt 我放大一下 就是这样 我们只要能够连线上去后 连线上去进来后 我的萤幕标注跟放大 我都是用这一套 就是刚刚老师问我的 好 这一套工具 那我有给你们教学影片的 回去自己看 软体都是免费的 你们都可以直接拿来用 好 所以呢 这样就可以带进来了 它就可以带进来 然后再来的话呢 下面这个地方还有其他的 所以我都会先写好 我想要什么工具 做什么事 然后我就会去导对应的软体 然后我对软体啊 其实没有那么的忠诚 忠诚度很低 所以这软体如果要收费 或是它可能限制多 我就换掉了 所以我会一阵子换软体 一阵子换软体 那有些软体 我真的用了非常久 RuneIt算是我 应该不会换的软体了 因为它让我上课 做重点标注 跟放大这件事情 真的很方便 那Mac不支援 Mac有Mac版本的 好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 如果我要做到活动设计 我会有活动设计的功能 活动设计 你答第四招 所以这是第三招 老师们要先对你的工具 你上课的模式 需要什么软体 你要先把它弄懂 学熟 因为那就是你的武器 武器没有熟它怎么用 那个枪你打都不知道怎么打 你怎么上课 所以我觉得第三招很重要是 花点时间 想清楚 你上课需要用到 什么样的课中工具 那你的远距工具是哪一套 你怎么去用它 这件事要先把它想清楚 所以这是第三招的部分 好来 第四招 第四招就是我的上课的时候 怎么去跟学生互动 当我们的课程进行 这些工具都没有问题的 都熟了后 第四招就是在上课当下 到底学生能不能 就是上课有在线上与否 等等的 你怎么去知道呢 那我觉得善用问答 善用讨论 很好用 你可以透过一些问答机制 透过讨论的机制 去跟他进行互动 我觉得还不错 那这一段的话 我个人最常用的就是举手 我上课的时候 我喜欢叫学生举手 举手不代表着他有问题 我觉得Tim's的举手 很好是 他可以帮我筛选出 有举跟没举的人 所以其实这很残忍 我就把画面投出来 然后说来 学生同学做完了举手 学生都不敢给小 真的 因为他会看到老师在看名单 然后没有举的人 真的就很弱势 没有举的 他就会把他放在最下面一区 所以我就把他滑到最下 等大家举到最后 就剩下那一区 我就看着那一区的人名说 谁谁谁 那个你做好了没 怎么没有举手 是怎么样之类的 我就会问学生的 然后我一节课里 会举三到四次 因为我是电脑软体课程 所以我必须要上课的时候 知道他们做完没 然后他们要回馈给我 我就会用举手 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 老师要知道怎么用 那有些老师可能是 讲述型的课程 像例如说我们今天的课 是讲述 我可能都是我在讲 对不对 好 我讲到一定的阶段 我要确定学生有没有问题 如果你问说 来同学有没有问题啊 有问题留言 我跟你讲 不会有人留啊 都不会 这时候我就会说 来刚才那一段没有问题的 都OK的 举手 我是讲没有问题 OK的举手 不是有问题的哦 反过来 有问题 没问题举手 然后就看到同学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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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举 然后没有举的那一堆 我就会问 你们有举手 有问题吗 还是人不在线上 讲一下哦 学生就会 马上有反应 这是真的 我测下来好好用 所以我上课都会举手 然后有些学生很可爱 他们都知道我上课会举手 学生就会私讯跟我说 老师 对不起 他会诚实哦 小学生就会问 老师不好意思 我家里 刚刚妈妈说 叫我们先回家 所以我现在正在搭车 可是呢 我还是有用手机 在看你的课程 我就说没有关系 你自己小心一点 什么 他们就私讯给我 或是 老师我今天电脑坏掉 那我可能没有办法操作 可是等一下老师你举手 我没有操作怎么办 我就说 没有关系 没有电脑有问题的 环境有问题的 还是举 你要只要在线上 你就举手 让我知道你人在线上 所以我的目的是 要让学生跟我讲 我在线上 听懂吗 我跟你讲 这一招真的很好用 我每一班都这样用 乖的嘞 真的真的 因为他们会知道 老师会去抓 那个没有举手的人 所以是第一招 所以举手不是有问题 是互动型的 好那再来第二个 有老师就会跟我说 那燕秋老师 如果你都叫学生举手 他都乱举 可以吗 他到底有没有做好 你也不知道 对 我的举手目的 也真的没有要你做好 我的目的就是 你只要有做 你有在线上 有听到我的声音 有听到我在呼唤你 你就举手 我的目的是这样 那我怎么知道 他今天是乖乖坐在那 然后也没有理我 也没有把我的东西做完 好那你怎么卡关 好 我有两个卡关机制 第一个 我每堂课下课都有作业 我的课很可怕 我每堂课下课都有作业 作业量不多 我的作业就是上课当下直接做的 你只要上课做完了 因为资讯课的关系 上课做完了 你那个上课跟老师一起操作的那个范例 那个练习 就是你的作业 我没有让他们回家再另外做作业 我让他上课当下的东西缴回来 这就是作业 那我只是评量你有没有交 有交跟没交就这样 所以呢 我会用当下的助理来卡关 第二个 我会用抽签 我也是很机车 抽签我教你们 这个抽签好好用 老师你们有用过吗 互动的抽签 抽签是这一个转盘 还有一声光音效 我好喜欢用 然后我到很多地方 每个人都问我说 老师这个抽签是什么 这个这个 这个上次我们抽的 我们公司抽的 你进来后呢 他就会一个转盘 然后这个转盘可以放文字 记得哦 一个字enter就是一个人 然后他可以放图片哦 添加图片 老师们可以用问题当图片 就很像我们小时候 演讲比赛的时候 要抽签 抽那个题目一样 你可以用添加图片 去给问题 做你的问题 然后放进来之后 他就会是图片题哦 很好玩 图片题 好你就把你的题目都规划好 然后呢 规划好后 规划好后 来 你就开始抽签 那我的方法是 我可能会有阶段性的完成 然后就说来 老师抽到的同学三位 回答我问题之类的 或者是抽到的三位 把你的作品 假交给老师之类的 那你就有滑动 他有音乐 这样 然后抽到他还会有欢呼 这样很好笑 然后抽到同学了 好 大家抽到他会这样跳出来 然后跳出来之后呢 如果你按移除 这个人的名单就会拿掉了 如果你没有移除 你就关闭 这个签会再放回去 然后我就跟学生讲说 两个小时的课 卖鸡笑 老师签都会放回去 好不好 你游游可能会一直在抽到的 这样OK吗 那我就会关闭后继续上课 然后学生的那些作品在哪里 我直接叫他丢到 Teams的留言区 因为丢到Teams留言区 会留下来当记录 我下一次如果要回去评分的时候 去看 我就会知道说 有脚跟没脚 我就会很清楚 所以我都会请学生放回去 那这是我互动的时候带的方法 我不太会一直做 IIS啦 就是互动或什么那一块 我还好 我喜欢用这些方法 这些方法是我平常上课就会用 几乎每堂课都会用 然后IIS我就看情况来决定 因为那个还在花时间做题目 等等之类的 好 这样OK吗 然后老师如果有作品要在网站上 让同学票选 那老师你这个就要用IIS了 票选的话就是用IIS的方式 我等一下讲 我等一下讲 好来 那如果老师你这个技巧 这个这个我教你们这个 怎么做票选 好 我们用Teams 我们用Teams的角度来看 老师如果你要做票选 有一个东西呢 我们称之为IIS 它叫做即时互动回馈系统 IIS 好来 然后呢 IIS的部分呢 你在使用的时候 你要特别注意一下下 IIS是这样 如果你是用Sidal 或者是你用其他的软体 你可能必须要把题目都先做好 然后题目都先做好了后 题目都做完了之后 才发给学生 可是你把它发给学生 你要小心一件事情 你如果像Sidal 或是Mathimate或卡户 你做完之后它是不是一个连结 你如果不是在课中或是简报里 你是不是变成说 你还要把那个连结 另外再给学生用 所以尽量可以在简报里面呈现是最好 但是你在简报呈现 上课的时候学生啊 他还是要拿手机过来去扫 扫完之后结果才会回到你那儿 对不对 可是老师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如果呢 学生 好 学生 他是用你的手机在 他就是一台手机而已 好 如果他是用一台手机在上课的时候 你现在画面是Teams 结果他现在又要离开去扫QR Code 通常你会发现回馈率很低 所以我会建议老师们 不管你用哪一种IRS Mathimate、卡户、Sidal通通都好 请您记得不要离开会议室 你不要让学生忙着要离开Teams 知道吗 你要让他负在里面 他什么叫负在里面 好 你看我这里 我这里有一个功能叫应用程式 这超赞的 你通过应用程式呢 你就可以呼叫 Sidal 这是投票 Police投票 然后Mirror 这种小工具 直接哦 在Teams里哦 你都不用离开Teams 把这些功能呼叫出来 就有题目就可以用了 好那旁边这个叫做Font 这个是微软他们家的表单 他更好用 他会直接就跟我的Teams 结合在一起了 我等一下demo一次给你们看 好所以呢 我现在的教学策略 因为我去年这样上下来 前年这样上下来 我发现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是 城乡差距 经济的落差 数位的落差 差在哪 北区的新北 双北 桃园 新竹 可能家庭的环境经济 都普遍偏好 所以呢 学生他们在使用上面 他有电脑上课 都非常的顺畅 那我有一次上到一场课 是屏东的老师 我那一场课 我本来有规划了好多好多这种技巧 要教老师 就是这些软体 结果我一在上课前 课前我一问说 老师你们知道你们小朋友们的 上课的载具是什么吗 百分之九十九 通通都是手机 而且是爸妈的旧手机 我当场把那个课翻掉 我说老师那我教你们一种 其他的互动方法 就是例如开镜头 做笔手画脚 或者是做什么事情 就是不要用这些软体了 为什么 因为他那台秀手机 他只要一离开 Tims他就回不去了 一离开MIT他就回不来了 知道吗 太不了啦 他这个跑不太动 而且你还让他扫QR 还要干嘛的 哇天啊太可怕了 所以呢要先 后来上了那个课之后 我自己觉得不行 我要找一些工具 能不能不离开 不要离开视讯会议 不要离开我的那一个工具 让老师们学生们 都可以在那个环境 直接进行作答 这才是对的 知道吗 好那目前来讲 以Tims来讲 好我教一下你们 就刚老师问那个票选的问题 有没有 好来这里哦 好在Tims里面 他有个很棒的工具 好老师您看哦 来假设我现在 我用我的一般课程 好我现在这个课程 有没有我点进去 我在这门课 在上课的时候 我加到课程里 然后呢就像刚才老师您问的 如果我现在呢 要给学生进行投票的时候 我会怎么做 好你看我现在正在课程中 对不对 那我要给学生进行投票 来这是上课画面 好我们看一下聊天 这个是上课的画面 那Tims是这样 下面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个主页 这个主页 那老师你们都知道 留言呢是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下方这边回复 这也是留言区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的留言 其实学生的课中这边是会出现的 这个逻辑OK吗 好这Tims他们的逻辑是这样 好那我怎么做 我如果有预期要给学生投票了 我就在这一则哦 这个会议的下面 它可以借接好多功能进来 其中就有这一颗 FORMS 你点加加号 就是这一个 FORMS工具 你点它哦 好这时候会做什么 你就可以建立投票了 在这边建 而且它等会是直接发送到会议室 目前没有一套远距工具 有啦 WebS做得到 其他都没有了 就只有Tims 而且Tims更简单 WebS是内建的比较丑 好例如说 哪个作品好 好例如说1号同学 那当然这边没有图片的 所以老师们 你们就可以先把作品 或是连结丢到文字留言区 让学生来选 然后他可以选择单选或副选题 下面的话呢 与回应者分享汇总的票选结果 看你要不要先给学生看 有投完票 学生马上可以看得到 或者是记录名称 记录名称只有老师 你才可以看得到 你的后台才可以看 后台就是它的表单功能 好按预览 好它就出来了 然后呢你就先准备好 然后当学生说 老师我们开始投票了 你就按下传送 它在哪里 然后学生都不用离开 它连手机哦 都会自动跳出来 我是老师 所以呢 我先关掉这里 我只会在旁边 你知道学生哦 学生会直接在teams 跳出来 马上投票 超好用 内建的 那这时候你看 学生只要进来后 这边可以投票 提交 好那我刚刚是有 可以看回应 我马上会知道 谁投了什么 但不知道是谁啦 数量可以马上有 然后这些会在哪里 它会都在你的后台里 这边 Fonts 这边 好那老师如果要看到 是谁投的 老师只要到您的后台 后台在这边 好回到office.com里面 找Microsoft Fonts功能 它会接接在一起 您到Fonts里面后 这边 好这个哦 点进去 就会看到投票机制 然后你就会看到 投票里面的 谁投的 名单 通通都会有 你不用担心有问题 我是辅导账号 那这个啦 长这样 它会长这样 这个图案 你点进去 就会看到所有名单了 这样知道吗 很好用 非常非常好用 所以这是我个人觉得 老师们 你们一定要懂 我们要做IRS互动 是好事 可是这个好事 可能这个美意会 有时候会不好 因为我曾经 我曾经在去年前 你不知道哪一年 我忘记了 曾经就是 看很多老师 开始线上大神们 开始在教很多这种IRS 很多老师的分享课 也都是讲这个 但我其实我对这个 我也会教啦 但我有点存疑 我存疑就是 那个学生滑来滑去 是真的适合的吗 果然 让我在一场企业课程 听到 有一场企业课程 我前面不知道是什么老师 我不知道 对不晓得 然后换我上课 我上远距工具吧 然后我记得那一场就很可爱 就有一个老 就有好几个 就是是企业的课啦 他们就反映说 之前那个老师叫我们那个什么IRS 烦死了 一直跳一跳去 一直跳一跳去 上个课还要在那边滑来滑去 我就一台手机 你为什么要让我在那边滑来滑去 就很生气这样讲 然后我就 终于有人的感受跟我一样了 你要想如果是学生 就一台载具 光上课他就来不及了 他要滑来滑去 扫QR 他累不累啊 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能够在课中 不离开 是最好的 好 那在Tims里面就只有这个吗 还有一个小地方 在这里 更好用 如果老师你觉得他的投票功能太一般了 你想要 例如说有文字云 或者是你想要用Slide 这种比较厉害的工具 好 在这儿 一样哦 很细的功能哦 您到Tims里面开 行事例 记得 行事例请你用 行事例开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查出来是用行事例开 你用行事例开的一门课 进去后 一定要行事例哦 进去后 你会发现一件很神奇的地方 那你把那个行事例直接 接给你们的学生就好 来 应用程式 你进到这一个应用程式里面之后 你就会发现 原来我在这儿是可以呼叫 Slide 进来的 你可以加Slide 然后呢 把Slide 的题目都事先建好 挂到您的账号 你挂完账号后 OK 储存 这样就好了 你下一次只要按应用程式 选Slide 您的题目 就会在文字留言区跑出来 学生一样在Tims画面 不离开 他就可以做互动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超好用的 知道吗 那这一块 我们在下一场会教 就是家里我们有另外一场 我们还有一场 什么时候我忘记了 好 我们还有一场就对了 我就会教Tims的这些功能 我们在六月份吧 六月初 会有一场 会教这个 那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再来讲 我先讲 我们今天的重点就好 好 所以这是在互动的时候会用到 然后最后最后 老师刚才有问说 那个分组的部分 对不对 分组的部分 要怎么样才有成效 我不是很懂老师成效的意思啦 但是我自己是这样做的 我的分组讨论区啊 因为我们最近已经期末了 所以变成福大的课全部都停掉了 那我有两个课程是一定要有讨论的 学生要分组报告 我就请学生给我分组名单 帮学生都先建好群 建好群之后呢 我会给学生时间 然后时间到了就请学生进去 那因为我是大学生啦 我不知道老师的学生的年龄层是哪一种 那如果是学生年龄是哪一种 比较小的可能分组会比较有压力 比较不是那么熟 那因为大学端学生他们自主能力是够的 所以我那两班的同学都很棒 他们就直接进到他们的分组讨论区里面 但是你要先记得跟学生讲 请录影 请录影 知道吗 我会请他们一个人当小组长 请录影 为什么 因为当他们录影完之后 在聊天的地方 这一区就是了 我那天有九组 我们班有九组同学 这里 这边 好不好意思 这里 这就是我们班的讨论的 那每个人同学他会自己去讨论 然后他们会有录影 我会知道他们当初讨论的状况如何 对于我来讲 我就游走在里面 我就是跟学生讲 然后老师在主会议室等你们 然后他们会到主会议室留言说 老师我们这一组需要你 然后我有请他们每一组讨论 我要进去听 要报告给我听 所以呢 他们就会是先自己讨论的 然后呢 就会在上面留言说 老师我需要你 我就会见到那一组 然后我见到那一组里面 讨论完之后 我就会再离开 等于是我会游走 游走在各领域 各组别兼职有老师啦 我会在上面游走 然后呢 在游走的过程里 如果需要跟大家讲 准备要回来咯 我就会广发 这叫全发讯息 在这里 全发讯息 然后在讨论的时候 他们会有文件 善用云端空间 善用云端 他用word或是用google都好 我请他们把各组的 讨论的 你看分析的东西 打成表单给我 打完之后呢 老师就会点这个 跟他们互动讨论 讨论完之后 再换组别换组别 所以我的操作 我觉得还蛮熟的 而且 我真的觉得成像还不错 因为他们的文件资料 通通都有 然后存 你看这是我刚群发的 我说都讨论好了吗 有没有要跟我讨论的 好了后我就会 就是游走之类的 所以这是我们班的方法 那这一段呢 也会是在下一堂课的重点 我们在下一堂课 还有场直播课 六月份的时候 对那 这个就麻烦各位 大学生被动 我觉得老师要看 你的课程设计 因为我那个课的 期末报告 就是要报告 所以我这两班 遇到的情况是 他们都很热烈的 在自己的组别里面 讨论 那对老师任务很重要 任务交办 讲清楚 这一次讨论的主题是什么 等会讨论 要给我什么 我都会给他们 很明确的指引 我会跟他们讲说 我要做这件事 我要做这件事 我要做这件事情 我会讲得很清楚 所以这个就老师 可能要看看 那这个我们在下一堂课 好不好 在六月份那场直播 我会来讲 Tims的一些重点的部分 OK 来 所以呢 这是第四招 老师如果懂了 你的工具 晓得怎么去用的话 就可以好好的 把你的工具 把它学会 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 会环绕在 这四大议题 第一个部分就是 工具 老师们 设备 设备器材真的很重要 你要先把设备 都确认好后 你在上课 就会是顺畅的 第二个 教学素材准备 课程切换会更好 第三个呢 要把你的 要用到的工具们 搞清楚 数位工具 你把它弄熟了后 你在直播上 就会非常好 以及最后 互动的地方 不同的工具 互动方法不同 而你的课程 适合哪一种互动 老师们可能要去思考一下 怎么样可以帮助 你的课程进行 会更加的顺畅 好 所以呢 来 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到这边咯 好 老师 有没有问题 什么叫做 对话 宽扩大 哦 那个是弹出来的 蓝色泡泡啦 那个是 Teams的通知 其实我平常是关掉的 刚刚 它打开了 那个 Teams的通知啊 如果你不要 那个通知的话 你只要把你的 这个 其实那个蛮干扰的 我都把它设定为 这个线上工具 这里设请勿打扰 它就不会出来了 就不会出来了 好 分组可以事先安排好吗 当然可以啊 每堂课 对对对 像我现在分的九组 有没有 我们这一班哦 我每次上课的时候 因为我们就是 期末报告要用的 好 他们这一班 就是分好组别 所以我这一个再进去 我给你们看哦 我这个 这个同样的排程再进去 这九组就都会在 你看哦 给你们看一下 在右下角 好 你看我的分组讨论 九组都排好了 你看 通通都有 只要是你排过一次 重复排成的 线上会议 你的所有历程都在 包含分组组别 通通都有 所以你上课就会很方便 好不好 好吧 来 那我们今天时间到这 你们都在问 Teams问题是怎么样 好 所以直播的部分很熟 好了 老师们好好加油 我们可以不用目标当直播主 但是我觉得 已经都走到这一条路了 那这件事也是不得不做的事情 那当然老师们可以把你的课程 更完善 更完整的分享给大家的话 我觉得其实是还蛮重要的 那希望今天的课程可以帮助到各位 好 那我们下次六月份还有一场 所以六月份的这一场次 就是欢迎各位再来参加 好 那我把时间给交发家里 好不好 谢谢各位 谢谢 欢迎订阅 我开搜换